Sum if部分,那什么叫Sum if? 刚刚讲过,它实际上就是两个函数 把它变成二而为一个sum,一个if 也就是你要sum,你要加总会有一个if的逻辑 也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有好几个部门 我要把不同部门的奖金分别加总的话 分别加总,那怎么做? 其实首先的话,比如说我要找销售部 然后找开发部 如果未来有很多不同部门的话 其实你可以分别做处理,要怎么分别处理? 其实底下有,比如说我要销售部的奖金跟开发部的奖金 那我们就第一个 先把这个名称先复制一下 那怎么做?插入函数,里面用到什么? 一样是数学与三角,里面找到sum if 往下找,S开头了 那我们就找到sum if 各位可以看到sum底下这个if 那另外还有个sum if加s 其实sum if指的是一个条件 sum ifs是什么? 一个以上的条件,也就是如果你有两个条件 比如说我们是部门,就一个条件 但如果你还有别的,比如说他可能部门 可能还有另外的条件,可能也许他的营业额 可能还有什么其他的条件的话 那你可以用sum ifs 那我们一个条件,就用sum ifs 那你会发现呢,他要跟你要三个资料 第一个资料是什么?range 范围 第二个是criteria,就是条件 第三个是要sum range 要加走哪里 所以range指的应该是什么? 要跟这个criteria是一对的,按确定 range指的是你要判断的条件 所以这两个是一对的 然后range是这个 这个范围 请你在这个范围里面帮我找一下 什么条件呢? 可能是销售部的 也就是说你会发现 上面这个范围他会去帮你比对 如果 他的 名称是销售部的话 就帮我把 同样的位置 同样的位置 比如说第1个,那就帮我把第1个的奖金加在一起 所以sum range指的是奖金 帮我加在一起 然后按个确定 4500 所以你会帮销售部就 这个 这个 加这个 再加这个 4500 没错 那开发部的话怎么做呢? 其实就是一样的方法 然后把这边 直接就贴一下 直接把这边改一个什么? 改一个开发部 开发部就OK了 这样的话就2500 OK 那不过未来 其实常常会遇到就是说 可能你那个部门 很多个 不止一个的话 那你当然如果你要自己先做这个清单 那也比较麻烦 所以有的时候怎么做呢? 像这个清单你可以在旁边 假设我先贴上 如果我要 知道说到底这个公司有几个部门 我要统计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资料里面有什么? 移除重复 有没有 把不要的这个范围里面 有没有 移除完 就会是剩两个 两个范围 那 其实 刚刚这个地方甚至可以 有没有 如果我用刚刚的那个3米符来做的话 假设我做一次之后 全部都做完的话 我这边用自信使用过 3米符 那我可以 range一样是这个 3米符一样是这个 那你criteria可以用这个 有没有 那你向下填满的时候 他就自动去抓什么 开发部吗 只是说你向下填满的时候 如果以后 criteria会变动 像这个不要变动的话 上面是按F4 两下 把列给锁起来 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跑掉 然后按确定 向下填满 有没有 就可以怎么样 帮我分别把销售跟开发 这个名称是用移除重复产生的 也就是说以后如果你用某个栏位 你要去做加总的话 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 那其实这个方法 有点像用什么 用枢纽分析表 其实枢纽分析表 背后呢 就跟这个逻辑很像 他有点像什么 帮你先移除重复之后 再帮你把他的什么 奖金做加总 所以以后如果你做报表之后 如果你不想用枢纽分析表 用这个方法也是可行的 结果是一样的 那请各位试一下 有关三米符 那底下还有一个 这个 这边这个插完 销售额 所以三米符 一样三米符 Range指的是这一个 那 Sum range指的是这一个 那条件的话 大于 大于5万的话 你就打大于 那criteria有支援什么 大于等于小于 5万 那如果你把它移开的话 你会把criteria要变成 前后会帮你加刷 意思就是在criteria里面 它是放一个文字 OK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26个 也就是这个销售 金额有大于 5万的 其实就这几个 加起来刚好26个 OK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待会我们就要做 延伸性的练习 困难度可能比较高一点 007 这一题 如果我今天希望想要知道一个讯息 什么讯息呢 就是 这一个部门里面 是产线的人员 工资 帮我全部加在一起 不过这边有个问题 产线 1 产线2 产线3 甚至产线4 所以如果你部门里面 有这种 开头一样 后面不一样的话 那 怎么办 这等一下 直接去试试看 找一找 看有没有什么方法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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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